太阳系曾有两个太阳,那另一个呢? 正如我们所知,太阳系是一个单恒星系统, 其中所有的天体都在围绕着太阳这一颗恒星运行。 然而在一项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中,科学家却语出惊人。 他们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太阳系曾有两个太阳。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具体是怎么回事。 在银河系中,像太阳这样孤独存在的恒星其实是少数派。 根据已知的观测数据,银河系中大多数恒星都是属于双星或多星系统。 比如说,离太阳最近的比林星, 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名为半人马座α星的三核星系统。 科学家认为,双星或多星系统之所以会普遍存在, 其实是与恒星的形成机制有关。 根据已知的宇宙规律, 恒星是由含有大量物质的原始星云坍缩而成。 由于这些原始星云都非常巨大, 其中的物质分布也不会特别地均匀。 因此,当它们开始坍缩的时候, 通常会分裂成多个密度较高的区域, 进而形成两颗或多颗恒星。 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 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太阳也可能有自己的伙伴,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 太阳的伙伴如今已经远走高飞了。 实际上, 有不少科学家也对此表示认同, 并一直在致力于与之相关的研究, 试图寻找另一个太阳存在过的蛛丝麻迹。 在此次研究中, 科学家利用实际观测数据 对太阳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 模拟结果表明, 如果在太阳系的演化过程中 只诞生了太阳这么一颗行星, 那么太阳系外围的奥尔特云的规模 就会比现在小得多。 简单来讲, 奥尔特云就是一个由大量的冰至天体 构成的空心球状壳层。 它将整个太阳系包裹在其中。 根据实际观测数据的估算值, 太阳系的奥尔特云外侧边缘 距离太阳约一光年, 内侧边缘距离太阳2000到5000个天文单位, 其中的冰至天体数量可达上万亿个。 总质量可以高达地球的100倍之多。 从理论上来讲, 奥尔特云的物质来源只有两种。 一种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残留在太阳系外围的原始星云物质。 另一种则是太阳通过自身的引力, 在宇宙空间中捕获到的星际物质。 然而此次研究的规模结果却显示, 以太阳的质量来模拟的话, 那么其最终形成的奥尔特云的规模 将比现在小一个数量级。 在此之后, 科学家尝试在计算机模型中加入了其他的恒星, 并通过改变恒星的数量或质量进行大量的模拟, 进而确定了与实际情况最为匹配的模拟结果。 该结果表明, 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如果有一颗与太阳质量差不多的恒星 形成于距离太阳一千个天文单位的位置上, 那么原始星云的初始质量就将会更大。 而这两颗恒星的集体引力也将捕获到更多的星际物质, 最终形成的奥尔特云, 其规模就可以至少提升一个数量级。 科学家据此推测, 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很可能形成了两颗恒星, 其中的一颗就是我们现在的太阳, 而另一颗恒星也与太阳差不多大。 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太阳, 不过在太阳系形成之后不久, 这颗恒星就因为外力的扰动, 比如说大质量天体的引力, 而与太阳分道扬镳了。 但问题是, 如果说太阳系曾有两个太阳, 那另一个太阳如今在哪儿呢?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不过我们也不必太过失望,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颗疑似 与太阳共同起源的恒星。 这颗恒星被命名为HD162826, 它在天空中位于五仙座, 距离我们大约110光年, 其质量约为太阳的1.17倍, 半径约为太阳的1.32倍。 观测数据表明, HD162826诞生于大约46亿年前, 这与太阳的年龄相符。 更重要的是, 光谱分析结果显示, 它的化学成分与太阳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连倍以这样的稀有元素含量都是相同的。 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家才推测, HD162826有可能是太阳失散已久的伙伴, 它与太阳一起在同一片原始星云中形成, 随后又远离太阳而去。 当然了, 这只能说是一种推测, 并不是确定的结论, 具体是怎么回事,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